在古代,皇帝们往往选择等到生命走到尽头才传位,而非提前善让,这种选择究竟有何深意? 为何不选择平稳过渡权力,而偏偏要等到临终时才交出地位? 这个看似不合理的传统背后,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心理和权谋智慧,是一种巧妙的权谋,还是深深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传统? 在长长的王朝历史中,真正提前让位的帝王屈之何数?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南宋初年的高宗赵构,他在位三十余年后,便将大统禅给了赵慎,视为光宗。 赵构继而以太上皇的身份辅佐儿子治国十余载,最终在高龄八十四岁时驾和习去。 可以说,赵构的善让堪称典范,他不禁体恤子嗣,也给了儿子练兵筑器,坐稳王位的时间,确保了宋朝江山的延续。 然而,他毕竟是少数,历史上的大多数帝王都选择了死后传位,这其中自有其因。 其一,皇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,如果帝王在世时便将权力一走了之,必然会引发新旧君主间的级别错位。 退位之君已非当今圣上,实力和地位必然受损,而继任之子尚未完全成长,难以顺利掌控朝局。 这一错位势必酿成矛盾冲动,再看更微观的层面,按惯例,皇仔要熟读典籍,历练官场多年,方得已接班人物。 如果过早登基,难免鲁莽失误。 退位之后的太上皇若在过问正事,新君又岂能容得父辈插手管教。 此时此刻,该由谁说了算,恐怕难分难解。 其二,将权力过渡于下,必然冲击着皇家成员与臣子忠诚的基础。 如果朝堂众臣已习惯了侍奉老君,对新君能否转移至高中心? 退位之后,先帝是否还能约束众臣? 这都需要重新建立稳固的政治联盟。 否则,一旦爆发争端,大臣们只会站在实力更强的一方。 其三,对于权力的渴求,是帝王心中的一块心病。 退位之后,老君难保不会卷土重来,夺回权力。 乾隆帝便是如此,他明面上善让皇位于嘉庆,暗地里依然揽全运筹。 这其实是权力过渡期的常见现象。 毕竟,帝王一生与至高无上的权位共存王难以轻易放下。 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对于任何君主来说,最脆弱和无力的时候,莫过于生命终点的临近。 他们无法掌握死神的时辰,也无从得知子嗣能否成才。 因此,帝王往往卯足权力支持国家延续性,以确保江山长治久安。 退位一世可以暂缓,传位必须按部就班。 否则,一朝天意难测,便可能万劫不复。 由此可见,古代帝王不愿提前善位,背后有他们的种种考量。 这其中既有对大权的眷恋,也有对子嗣和江山的忧虑。 那么真的退位会产生什么后果呢? 赵武灵王的前车之剑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。 赵武灵王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贡献。 他北伐匈奴有功,南征楚国称帝,立下汉马功劳。 不过,这位中原第一雄主,晚年的遭遇却堪称悲惨。 在他五十多岁时,便将赵国江山产给了儿子赵胜。 没想到,这一退位之举,给他招来了死亡的阴影。 赵武灵王性格豪迈,喜好求欣。 他认为自己年轻时太过狂妄,现金方得趁老见见明。 于是想继续学习治国之道,以便日后对赵胜之政有所弊异。 这种父慈子孝的美意,却落得儿子的猜忌。 赵胜占据大权后,对赵武灵王这位老君主颇有戒心。 终于有一天,赵武灵王获悉儿子要废弃太上皇之位,大惊失色。 他试图联络故人发动政变,分赵国而至。 谁知此事败露,赵胜将其囚禁在殿中,不给水粮任由老君主并倒在地。 历史何其残酷,正是善为之举,助长了这场逆子夺嫡的悲剧。 赵胜最终也被赵国大臣杀害,可惜为时已晚。 这场血雨腥风无一给后人敲响了警钟,善让之难不容消极。 赵武灵王一系列遭遇,充分说明了权力交替的风险所在,其根源在于帝王的退位动摇了整个权力体系的基础。 一方面,儿子抢占皇位后,前朝帝王失去了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和号召力。 要制衡儿子的扩张机无可能,另一方面,大臣们也会倾向于投靠现任君主,而不再像往日那般尊崇老帝王。 一旦爆发权力争夺,地位动摇的老君主注定处于劣势,他要么死路一条,要么分尸国土自立,而儿子为了稳固地位,也免不了掀下手为强。 这种两败俱伤的悲剧,正应了帝王家无亲情的残酷发现,而赵构与乾隆之所以安稳度过退休生活,也正与他们避开了这一权力交替带来的冲击有关。 无论是名义上退位,暗中遥控的乾隆还是彻底交权,淡薄处事的赵构,他们的做法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退位范本。 综上所述,作为权力的代表,君主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密不可分,他们的命运轨迹几乎重合,帝王要想安稳退位,必须解决好权力平稳过渡的隐患。 否则,江山设计反备危急,岂不虚度年华?古人的深藏不露,也正体现了他们对大权的敏锐直觉和责任感。 这种对权力运行法则的理解,某种程度上超乎个人权利欲,而透视到了国运存亡的深刻内在联系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这种历史担当感催胜了君主的铁肩膀和过人之处。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体会的,历史如此,人心依附如此,权力的更迭历来不容易,皇位的传承也万难而为。 这其中关乎的是整个政治运作的生命线,作为统治者,他们不得不顾全大局,这是他们的宿命所系。 古人云,君为陈刚,帝王之位,承载着万众期许,这是一份荣耀,也是一份担当。 君主要承起大任,必须舍小家为大家,否则江山何以为家园,百姓又将投奔何方?